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不影响宣传片的正常拍摄 他还用了替身打掩护 也为了不给爸妈添麻烦 他连家都没回呢 还带火了当地的一家面馆 而肖战录制的这期节目终于在12日播出了 在奇妙之城重庆片中 肖战和老乡们全城都用重庆话沟通 感觉很真实 亲切 没有距离感 他的身上很有烟火气 也很接地气 不像是一个被周星捧月的大明星 更像是我们身边的一个普通人 从其他城市回来追忆自己家乡与童年 这个纪录片看得让人心里意暖 很有人情味 也让大家看到一个温馨热情 而又魔幻的重庆 肖战还起了个大早 去路边吃地道的重庆小面 虽然辣到眼泪都出来 但还是笑得很开心 吃得很爽 在肖战录制的路透传出来后 这家店就已经火了 他还亲自开车 带大家走他以前生活过的地方 在镜头前 大方聊自己以前的生活 上网 美食 学校 画画 这个地方承载着他少年的时光 肖战开车的样子也很酥 粉丝都喊着想做他的副驾驶 晚上 肖战又到了当地一家 很有特色的书屋 大家坐在一起聊了很久 大家都知道 肖战很喜欢猫 自己也养了一只 还经常去撸外面的野猫 书屋那边有好几只流浪猫 肖战就一直抱着不撒手 和小猫玩了很久 感觉他是一个很温柔的人 最后猫猫还在他怀里睡着了 而在这期节目的录制 半个多月前 他刚被流浪猫抓伤 深夜被拍到去医院打针 再看到流浪猫 还是忍不住上手去摸 而在12日 精彩继续 肖战回重庆老家 回到久违的家乡 肖战仿佛一下子退去了明星的光环 变成了一个超街地气的邻家男生 在奇妙之城中 肖战可以和速不相识的 出租车司机相谈甚欢 也可以在军哥哥的书屋 和萍水相逢的陌生人 围炉畅谈 凌晨吃面很接地气 重庆仔带着观众 一同感受山城的特有魅力 奇妙之城 重庆片 肖战首次谈父爱 自嘲呢 长了一张大众脸 重庆孩子吃火锅 却水土不服 腊炸也会拉肚子 憨憨战太可爱了 肖战时隔五年呢 终于有机会回老家看了看 浪漫的文艺青年 漫步在山城的铁轨上 笑声魔性又欢乐 过去一年的糟心事 根本无法打击到他 反而让他变得更加的自信强大了 肖战应邀 去老乡家吃晚饭 自带清和力的带男孩 太招人喜欢了 饭桌闲聊的时候 大姐夸他是漂亮的小伙 肖战暴笑皆梗 自嘲长了一张大众脸 法尔赛少年让人笑到捧腹 下战认真感慨 又突然害羞 耿直自黑 28岁已经不小了 还长了一张大众脸 弹幕瞬间炸开了锅 粉丝脑洞打开 各种段子直戳笑点 说实话 这张为之惊叹的大众脸 要求有点高了 估计是对自己颜值有所误解 长得帅就算了 笑起来还这么甜 说话又好听 关键是演技还那么棒 善儿不自傲 满足了最新女孩 对男人的所有幻想 确认过眼神 这张大众脸 绝对长在了审美点上 重庆是当初无愧的美食之都 拔了火锅 堪称一绝 没想到呢 土生土长的重庆孩子 吃火锅却水堵不服 不但呢 狂拉肚子 眼睛还长了卖力肿 肖战一脸呆蒙字街 糗事吃完火锅就狂泄不止 直到现在呢 还在拉肚子 寒寒战 指着眼角边的卖力肿 一脸凄惨的样子 粉丝们却不厚道地笑了 不少年轻人跟肖战一样 离家多年 再次回重庆 只敢是吃微辣了 被辣哭的人也大有人在 不过肖战是典型的口闲体正直 卖力肿还没有消退 又去体验了最炙热的重庆灵魂 肖战陪着老乡一起看露天电影 温柔撸猫的画面太治愈 很多粉丝忍不住浑穿流浪猫 又是羡慕小猫咪的一天 人生不如猫系列再次上演 肖战出道多年 很少在镜头前谈其家人 其实也是对亲人的保护 不过呢 肖战首次谈父爱 足以证明回到家乡之后 心情彻底的放松了 肖战直言不讳 父亲对我的影响比母亲更大 父爱虽然很内敛 但不像母爱那么外访 但是父爱却很细腻走心 无声且伟大 只有长大之后才会懂 肖战父亲和很多老爸一样 总会用实际行动去关心孩子 肖战回忆大学时光 妈妈总是抱怨 她的生活费用得太怪了 爸爸却偷偷地塞钱给她 肖战聊到爸爸的那一趴 她有感触 果然是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老爸 博善言说 却父爱如山 都说 重庆男人是爬耳朵 疼老婆爱孩子的典范 肖战温文尔雅 良好的家教 让他变成了一个 善良谦虚的大暖男 将来肯定也是爬耳朵 难怪肖战自认为 外表文静 骨子里却有重庆人的底蕴 很多观众呢 也因为一个人爱上了一座城 忍不住想跟着肖战的脚步 去重庆走一走 肖战在重庆 走过了很多地方 但节目组 没有把全部内容都播出来 不过通过这期节目 也让大家看到了 一个很鲜活的肖战 他在大家的印象里 一直是一个很温柔 平和的人 但肖战称 他骨子里也很刚烈 很重庆的一面 他不能接受别人说 自己家乡不好 肖战呢 也是一个很有思想 很有内涵的人 他在节目里 用一段话 描述他心中的重庆 能够感受到 他对这座城市的了解和喜爱 而且 颜值有误 文学素养很高 这段话 也是他在采访的时候 随口说的 被后期拿来当旁白用了 节目播出后呢 肖战也写了篇小作文 安利自己家乡 很多人喜欢将重庆 称为网红城市 但肖战呢 却称他为江湖 他豪情万丈 却又温婉细腻 是令他骄傲的 家乡重庆 导演团队呢 对肖战的评价也很高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他就给他们 留下了一个 努力随和的好印象 在后期剪辑的时候 也让他们看到 一个认真 有爱的少年 让他们觉得很心疼 他让人发自内心的 觉得好 导演团队的工作人员 也都希望 他能越来越好 近日 肖战也是出席某节目 有记者问他 参加奇妙之城 有何收获 对此 肖战的回复很大方 这次他很幸运 与周深 寻为周他们 为家乡代言 也让大家看到了 一个温馨 热情 又很魔幻的澄清 不过 一个城市的美好 仅仅用一期节目 来描绘 显然是远远不够 相信如果有机会 大家一定更愿意 亲身去体验 经历一下 随后 肖战也是坦言 不过如今 周深许为周 他们变了 奇妙之城后 自己也是发微信 邀请他们来重庆做客 但是被他们拒绝了 这也是让网友不解 随后 肖战也是解释 他们说 打工人要的是一份公平 有时间 要做客呢 也要先去他们的家乡 为此 我们也是争论了好久 不然 大家就投票表决 这原因呢 也是让网友笑翻了 确实 重庆有着浓郁的历史底蕴 烟火气很重 人情味很浓 不但有特色 还令人向往 相信 奇妙之城播出后 一定会有更多人 爱上他的家乡 重庆 肖战正位推广 旅游大使 也是非常的称职了 过去一年 肖战经历了很多 但现在都过去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也相信 他的未来 会越来越好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你喜欢肖战吗 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也可以动动小手 点个关注哦 我们来开启油 好吗 h